哈喽,這裡是麥子,又來和大家說 名偵探柯蘭了,放心,說滑水,他就一定是滑水啊 這段時間,主線是真的說夠了,我們來看看別的吧 這些年來,大家都知道,巨船版越來越離譜 先是推理,嚴肅的弱化,到後面直接放棄推理 轉成將軍,逆成頭,大炮,轟轟轟的形式 雖然對於一些柯蘭的老夫來說,很難接受這種情況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人家票房擺在那裏,觀眾就愛看這一套 柯蘭的製作是一個很大的旁隊,要養活這麽多人 即使是青山本人不喜歡這個形式,他也得受制於製作主 利益起始,永遠是這個商業大環境下的核心因素 當然啊,拋開這些外物的因素不說 柯蘭作品本身也早就到了山窮水盡,窮則失變的地步了 在之前的節目中,很多次都提到了柯蘭這個東西,但是都沒有細講 這個東西是我很早以前還在柯埃分析文吧的時候 當時的八主劇峰一再說到的,是的,我被說服了 也一直堅信著,這才是支撐柯蘭劇情真正的關鍵 什麼模式?就是一種單元劇的模式 就是許多人一直批評柯蘭千篇一律的這個敘事模式 是的,它是千篇一律,但是反過來想 正是這樣模式的確立,通過模式的重複,構建了柯蘭整個的風格 使它達到了家裡戶曉,全年影響,甚至成為國民動漫 這樣的結果就是每當我們一說起柯蘭的故事 即使你不看,也知道它是怎麼說故事的 這樣的效果 柯蘭的定位是推理動畫,細數起來比柯蘭優秀的推理動畫比比皆是 但是在知名度和商業效應上卻被柯蘭甩了無數條件 得意義的其實也是這樣一個模式 模式及框架一旦確定了這個模式 剩下的就是往裡面注入素材了 只要素材不同在一個相同敘述模式下 就可以說無數個不同的故事 如果還不明白,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愛情動作品 嘿嘿嘿,是不是一個基本不變的敘述模式 你是不是不看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通常讓你感到興奮的一定不是模式改變了 而是素材變了 嘿嘿嘿,柯蘭其實大致也是這樣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的套路一定是這樣的 第一,柯蘭日常生活者 第二,然後他們遇見了一群人 第三,案件發生了 第四,柯蘭開始推理 第五,犯人懺悔認錯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柯蘭的係數容量實在是太小了 二十分鐘的時間內要說明白一個案件 只能將一些部分簡單化 比如新一說出真相之後 犯人一般都是,是的,沒錯 然後就隨便說一個自己殺人的理由 沒有反抗,很少有人性的剖析 推理很多時候也都不嚴謹 所以說柯蘭不如金田一 不如福爾摩斯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過柯蘭如此濃縮就造就了他敘事清晰 全年齡都能夠接受的特點 商業和知名度上都非常成功 但其實從單行本的十七件開始 柯蘭的漫畫銷量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 雖然這個幅度不大 但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觀眾在逐漸不買帳啊 這個時候就是到改變的時候了 在TV或者漫畫中 逐漸廢除了牟尼偵探事務所這條線 轉而向少年偵探團轉移 柯蘭麻醉針使用便少 大家一起碰見案件 一起解決的案件是越來越多 但是說到底 這都是一些小改 並沒有把整個模式顛覆 當然也不是不可能顛覆的 這麼多年確定的受眾 改變模式就等一把受眾的定位 給一起改了 這時候怎麼辦呢 改革的四點 只能從技場版來實施啊 柯蘭傳統模式技場版 準確的來說是M1到M9 主要的嚴肅有以下幾點 第一,百分百的新蘭大系 第二,麻醉槍主要還是用來射牟尼 第三,推力嚴肅較多 不過質量也是在逐漸下降的 這個模式在機場版M6 達到了巔峰之後 就開始走下坡爐 一直到水平線上的陰謀 211票房的慘淡 製作組就像被潑了一盆冷水 如果說漫畫和TV還叫穩定的話 這可真的就是雪崩啊 這就是不得不變了 所以從M10開始製作組 就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能用的模式 M10的犯人簡直就是弱智加自戀 卻能拿下30億的票房 靠的是什麼?高人氣的結束 福布、白馬、基德全部都拿出來了 但是這能成為模式嗎? 不能!高人氣的結束 是不能一直被消費的 在M11和M12接著探索無果之後 沒辦法先把酒場弄出來了 但是這也不是模式啊 你走不能以後每次預告請求 都像傻逼一樣在那裡 苦度、心急、心念或者 啊!雪女!我找到你了 這不把觀眾當製造嗎? 在經歷了M14賣快興和快藍之後 製作組終於在M15 找到了一個可用的新模式 推你去死 熊孩子搞事 柯蘭變超人 CP搞平衡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之後被應用在那 除M17之外的所有計程棒當中 而且都是輕一色的高票房 要什麼推你啊? 直接炸彈搞起來 劇情不夠曲折 啊!三個熊孩子 你就給我去搞一搞事情 霍言和柯蘭就有得忙了 劉頓是誰啊? 在我的世界裡 柯蘭就是上帝 新人、可愛 來來來來 我都有你看不看 只要998保證讓你爽到天 是的 很成功一步刷新一步的票房紀錄要知道 去看柯蘭劇場版的很大一部分人 不是每天追著主線看 追著漫畫或者動畫看的那種 很多人就是去看場面的 看熱鬧的 你要認認真真地去搞推理 說不定還取不得這樣的效果 所以劇場版的改變 其實是柯蘭為了適應市場 和改善自身 推市所做的嘗試 畢竟誰會合錢過不去呢? 現在的劇場版 雖然還叫著名偵探柯蘭 但實際真的和推理片沒有多大關係了 他的實質真的是科幻動作片 但是這又怎麼樣呢? 現在看柯蘭尼一定要疏離這樣一種心態 包括看別的動漫 都要有這種心態 別叫真 作為一名獨立的讀者 喜露哀樂 都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好看的地方 我們就看下去 不好看的地方 你看不下去就別看了呀 看下去嘛 我們就用作吐槽用 何必要逼自己呢? 好的 今天的滑水節目就到此結束 我們的下一期滑水再見啦 嘿嘿